菲菲,菲菲姑娘,菲菲早上好,各位你点赞,你不是说你会喝吗,什么就见了呢,这样在深夜买醉,不会去思考这种孤独寂寞,突然想起来周末,又是情人节,菲菲姑娘,你干嘛呀晚上,需要喝个酒吗,挑个重点吧,这个,你这两期都讲的是什么,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霸气如菲菲老师就不会被开车啊,菲菲老师也是正儿八经被社会鞭吃过的灵魂,好吗,听到刚刚开头那段录音,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以为这是菲菲老师的爹喝醉了跟菲菲老师撒娇呢,菲菲老师的爹声音才没有这么猥琐,事实情况是一个自以为,或者事实也确实是, 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的70后男性,海淀名校,教师,且还是菲菲老师的爹的朋友的朋友,假装喝醉了,跟菲菲老师撒娇呢,每一次菲菲老师在经历被开车的事之后呢,都会跟全工作室的小伙伴一块复盘,总结经验,以杜绝此等情况的再次发生,菲菲老师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这么想过啊,学会对付傻逼,绝对是必修课, 学会对付此等傻逼,更是当女艺术家的必备技能,谁都有吃屎的时候啊,学艺术搞艺术没有被开过车,尤其是稍微能看点的,无论性别啊,那都是吃屎长大的呀,女学生被开车开到主动退圈,那就非常合情合理了,这都是什么烂人,我都在被什么样的烂人消耗生命, 为什么我总是要跟傻逼同况出现呢? 让自觉有知识没文化的生成集,让带妹子约会装文艺无障碍,让读严肃艺术媒体有困难的,被拽去博物馆一头雾水的,在美术馆博览会上觉得这是什么鬼,老子也能做的,有个频道可以发泄一下 大家好,我是于飞飞,这一期啊,说实话,跟艺术关系不大,但是跟艺术圈跟艺术家关系倒是有点,被开车在一些圈子里面还能义正言辞的刚回去,但在艺术圈没准就会被有一些人当成聊天的必备话术了 飞飞老师作为一个性别为女的艺术家,这个身份真的是糟死心了 说一说对这个身份的刻板印象啊,你们肯定也在我们的弹幕里面见到过其中的一些 来列举一下,女疯子,脑子有坑的文艺女疯子,大龄女青年,试图以调金归去实现阶级跨越的大龄女青年 甚至有人认为,性别为女的艺术家,就是为艺术圈以及其他圈提供免费或付费的性服务的群体 那不在以上刻板印象范畴内的,你们琢磨一下你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女性艺术家形象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让人害怕,甚至比你身边的爷们更爷们 事实上啊,从事艺术实践的创作者中,像Brigitte Riley,Louis Boucher一样的优雅知性的女性 那都是神仙格局和风骨,刚柔并济的存在 菲菲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立下大志,要成为一名既优雅又有力量的女性 菲菲老师加油,菲菲老师努力 但本晚的观众不难发现啊,菲菲老师经常说着说着就变色了 我自己最近也认真地反思了一下,之所以经常言语上有疑似开车的迹象 很有可能是因为菲菲老师学生时代经常被开车 所以后天习得了反开车的技能,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抵制一些 竟然也敢的来骚扰的大叔,大哥,大爷 另外一方面,开诚布公的探讨两性关系,只要不是为了占别人便宜 在菲菲老师看来跟开车都不沾边 有人要说了啊,你们文艺工作者嘛 哎,千万别,谁告诉你文艺工作者就能随便乱开玩笑了 为了准备这期的内容啊,我看了大量的B站上的关于女权相关的探讨 和关于性侵的视频内容分享 发现如果事实性侵或者是法律意义上的性侵是从0到1的那个1 那0.2,0.5,0.8都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吗 所以我们的姑娘天天跟外头父辈受敌 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给他们支支招吗 这一次就让我们来填补一下日常生活到性侵事实这个宽度堪比长安街的 无人讨论,难以讨论的空隙 搜索关键词,罗祥老师加性侵 你们将得到58条视频搜索结果 感兴趣的同学请试试 蛋白碗不是普法频道 但是性侵的定义我们在此再说一遍 性侵犯,犯指一切种类与性相关 且违反他人意愿,对他人做与性相关的行为 注意了,性骚扰也包含在内 你们可以去问一问张三老师 打嘴炮,在被打嘴炮对象不乐意的情况下 算不算性骚扰 知道的同学请打在公屏上 告诉我们的小伙伴 被不想被打嘴炮的人打了嘴炮 就够不太受得了的了 如果所欲非人 打嘴炮的是个前辈家长辈 那就更加回三观了 我娘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 强奸的定义是什么了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跟我交流过 如果在学校里社会上遭遇到了一些前辈家长辈 在我毫不设防的状况下 用黏腻的话语和猥琐的眼神舔了我一遍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该原地不动呢 还是泼他一脸 如果在座还有其他的前辈家长辈 他们对其行为态度暧昧 不认可又不制止呢 现实生活中总是非常复杂 有同样疑惑的妹子多的是 跟我一样满头问号的请扣一 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啊 社会关系里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包括但不限于爸爸爸爸的朋友 老师老师的朋友 上司上司的朋友 客户客户的朋友 如果妄图限你于不义 在不吃亏的前提下 给面子不给面子 或者是彻底让其社交死亡 脱身路径都有那些 女性视角下什么样的行为 才算是越界的行为呢 被不喜欢的人抓 被有点喜欢的人 在不想要的情况下抓 被不喜欢的人开车 被有点喜欢的人 在不适当的场景下开车 可能都算啊 综上所述 那个一开头 飞飞爸爸的朋友的朋友 作为飞飞老师眼中 油光赠亮的中年猥琐男 总以奇怪的语气叫飞飞 还发微信叫给飞飞听 请你们打在公屏上 告诉大家 这种行为算啥 在对付老男人开车 这件事上呢 我们如何才能避免 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既不让对方 在任何层面占便宜 包括嘴上 又能全身而退 不要社交尴尬 毕竟往往在场的 还有其他老男人呢 给老男人 在其他老男人面前留点面 不过啊 有时候 尴尬是在所难免的 真只能通过 让对方尴尬 才能解决问题 那还是让对方 痛定思痛吧 被不长眼的傻逼 开了车 如何才能做到 给对方面全身而退呢 飞飞老师专程 替你们请教了 飞飞老师的女神朋友们 女神们的经验啊 往往都是 既给对方面 又能全身而退的 总之 不管对方说啥 都不让对方得逞 高情商的玩具 不管用什么样的路径 让你知道 你就是不能行啊 反正 就是让他 什么都不发生 相比之下 飞飞老师就比较暴虐了 因为飞飞老师 情商不够用 基本上都是以暴制暴 您要是敢开 飞飞老师的车 飞飞老师就开着 您开过来的车 遮回去 碾过您的下半身 一般啊 被飞老师这么招一下的 别再说继续 有啥念想了 吓都吓死了 但是啊 这招社交成本比较高 一般会把在座的 所有男性 全都劝退 如果男神在场 劝各位姐妹 还是不要用这招 不然就是妥妥的 没有以后 但是啊 对于老年男性 尤其是社会地位 和权力结构 高于你的人 你越开车 他们越兴奋 嗯 这就是代际间的 对女性开车的 认知差异的问题了 对于常年在国际 大都市游走的 年轻人来说 某些象征着性格火热 杀伐果断的 独立女性的行为模式 对于年纪稍长 成长背景 不见得是一线城市的人来说 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了 开场啊 在我微信里面 嚎叫我名字的那位老师 就是从飞飞老师的 朋友圈里 看到蛋白碗 早年的一条 两性内容 podcast推送 开始跟飞飞老师说话 越来越奇怪的 这位老师啊 我知道您也看我们的视频 所以在这儿 我跟您说一声 谢谢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但是呢 请您不要再在微信里 呼唤我的名字了 您上回借着酒劲 搭在飞飞老师腿上的手 飞飞老师作为自媒体工作者 还是可以妥妥的 给您安排了的 请您自重 你们看啊 这就是飞飞老师版本的 不给对方面子全身而退 和潜在的 让对方社交死亡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一旦成为飞飞老师 关注的最高优先级 谁都别指望拦得住我 各位小伙伴啊 也记得 一定要给飞飞老师 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给飞飞老师弹幕评论 收藏转发 把飞飞老师散出去 让家里有姐姐妹妹 小姨舅妈的 女朋友和潜在对象 身边有飞人教授的 闺蜜朋友们 遭遇过类似情境的 都了解一下 不要平白无故的 被傻逼欺负了 只能忍气吞声 这都什么年头了 牙都被打碎了 还不吐出来 大家可别忘了啊 那位仁兄 可是飞飞老师的 爹的朋友的朋友啊 你们以为这种烂事 跟你爹说有用的时候 到了飞飞老师这儿 就变成了 拜拜 那个叔叔 感觉 好像不是好人啊 你看 我为了不要伤害 我爸幼小的心灵 还小心的斟酌 遣词造句了一下 是不是啊 人家就是想帮你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飞飞老师的爹 经常跟飞飞老师说 先做人 后做事 飞飞老师极以为然啊 但是架不住 飞飞老师的爹 身边总有飞人的存在 但恰好呢 也是因为成长过程中 不缺这样的练手场景 所以飞飞老师练就了一身 识别老渣男的火眼金睛 以及进化出了一套 看家的当众打脸油腻男的本领 家长的过度保护 没法让社会里的脏事变少啊 连你爹都没法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保护你的时候 最靠谱的还是得自己学点真招 反正呢 飞飞老师的爹 现在跟飞飞老师旁边坐着 就是一副 无论是否所欲飞人 总之我女儿吃不了亏的表情 但啊 无论打脸技巧如何娴熟 每次被开车之后 飞飞老师的内心都仍然是崩溃的 这傻逼竟然连你的车都敢开 这世道到底是咋了 说实话吧你们 那些个被桂圈争乱吸引进来的朋友们 你们其实最想看的 还是我圈封面上所指的全前色凉凉组合的故事呗 但把晚微信粉群里的大家都说了啊 咱学校那点破事 听的都不想再听了 学校不过是社会的一个小缩影 烂事学校多 社会上就更加难以言语了 迄今为止 飞飞老师听到过的最让我背后发凉的表述 是一个资深艺术媒体人 在我刚回国的时候跟我说的话 女艺术家就像韭菜一样 一茬一茬的 且不说是被生活和现实收割了 还是被权力和反权力的博弈收割了 也不说说这话的立场和表述 具体指代的都是什么 就光说女艺术家这个刻板印象 给行业的女性带来的影响 它既体现在对我们的创作评价上 也体现在对我们的私生活的种种窥视上 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向下传导 在你还是个女学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要面对各种对你私生活的假想 工作室呢 也一直都在说要筹备一个官司开车的视频 在筹备这期视频文案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me too相关的案件梳理和物料收集 看得我直接躺倒了 病了一场 我们刚做自媒体的时候 就有人让我评价一下 学校那点经常上热搜的事啊 鉴于失害者往往是前辈加长辈 在正常的社交场景中 为了避免将自己陷入被动的处境里 菲菲老师给大家点建议啊 老规矩给男孩子的硬核约会指南 在后面 first of all 不要让自己跟不喜欢的人深陷暧昧的场景中 来咱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暧昧 你认为的暧昧那就是暧昧 大家说的那种暧昧就是暧昧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文化语境下的 在中国就有中国的文化语境 欧洲有欧洲的 北美有北美的 东北有东北的 上海有上海的 差异也挺明确的 甚至不同的社交圈层和不同的年龄段的人 都有自己的定义 在这儿呢就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了 social norm social norm是啥 我帮你们去翻了一下有道翻译 觉得翻译不是特别的准确 有道翻译翻译的是社会规范 但是我个人觉得social norm 更贴近长此与以往 在某一个文化语境下 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 social norm有很多非常细微的差异 而且人与人对不同的social norm 也有不一样的认知 理解不同的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可以更好的 给大家规避风险 咱不是说某一些social norm 应该存在啊 但是它客观存在 在你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当中 你得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social norm 然后用这个认知来保护自己 或者是创作 比如说公事就放在工作日的中午聊 不要越界 什么晚八点以后 那就叫约会 那不叫meeting 你管那个叫meeting 如果对方认为那是个date 那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信息的不对称了 咱们再说一说meeting跟date的区别 你怎么才能判断这是一个商务界面 还是一个约会呢 如果这个界限从始至终都很明确 自然是相安无事的 但是现实情况总是非常复杂 比如说你有可能对你的工作伙伴产生crush 对不对 然后一个本来是meeting的东西 最后变成了一个date 你发现你对对面坐着的那个人 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你有点想跟他喝一杯 怎么办 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一个证人君子的前提下的话 那go ahead 黑箱的例子不一样啊 出事的时候对方伪装的特别好 而且还迷奸了女方 性质就不一样了 大部分的女受害者都是在被侵犯了之后 才发现对方不是证人君子的 那怎么办 告他 我们今儿说的场景啊 跟事实形成性侵的场景区别还是很大的 但是在这儿呢 一定要给姑娘们提句醒 不要在明知道自己不胜酒力的情况下喝酒 更加不要喝醉 且不说喝醉了 不知道会被哪个王八犊子减失 要是喝醉了 不小心上了自个儿的哥们 那也真的够你恶心一阵的 主要还是恶心自己 所以啊 菲菲老师说这么多 不是想让大家都把自己关起来 彻底杜绝跟外部的接触 就像老蒋说的一样 平权运动应该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 和主导自己生活的余地和自由 我们想要鼓励女孩子的 是去面对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人 关系场景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及时止损 遇到对自己不礼貌的人跟事的时候 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制止对方 明确说不 不要因为怕开罪对方而畏畏缩缩 对方一旦尖锐到这种程度 这个所谓的前辈加长辈 作为掌控资源的渠道 可就已经宣告报废了 不撕破脸 也就是给彼此留个面罢了 基金格爷爷说的好啊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性骚扰的本质 其实就是权力的骚扰 捏着权力通关口令的人 就想一路畅通 也不在少数 但菲菲老师想分享给各位 看到这儿的男孩子女孩子 一个最近菲菲老师被刷了三观的认知迭代 前段时间啊 我看了一个观世基因优势和性选择的纪录片 完爆了菲菲老师的三观 纪录片的核心精神呢 是intelligence和kindness才是性选择的王道 而kindness这个特质呢 还更加被追捧一些 翻译成人话啊 就是头脑发达 加道德高尚 才是真英雄 什么颜值 身材 社会地位 这些你们以为了不得了的feature 其实在受追捧的程度上 都在这两者之后 智性高的人性感这事很好理解啊 创造力 智力和性吸引力 成证相关太正常了 但人贫好也sexy是怎么回事 难道男人不是就是应该足够帅 屁股够翘 够牛逼吗 那些发着讨人卡的故事 难道都是假的吗 按丛林法则来说啊 不择手段生存 把基因传递下去就是胜利 但是遵守道德的代价更高 更困难 而且在做个外科手术 就能彻底换头的今天 头脑发达和道德高尚 是最难以伪装的 所以人类自然而然的就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这种难以伪装的 基因优势特征上 遵守道德竟然是基因优势 朋友们 这个逻辑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找这个纪录片 油管链接跟爱奇艺链接 我都贴到底下了 所以啊 下次收到好人卡的时候 你们懂这是什么意思了吗 这是在夸你呢 说的可能不是你不够性感 而是你不够聪明 所以头脑发达 加恪手道德才是真牛逼 也就意味着得了权力这道通关口令的朋友们 千万别觉得自己就能通所有关了 德行在性责里面 可是排在社会地位前面的 有了权力也不见得就性感 广大直男观众啊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睡姑娘 最安全的路径是让姑娘很想很想被你睡 你在睡 但怎么才能知道对方很想很想被你睡呢 我觉得姑娘给自己灌醉了 或者跟你出来喝酒喝多了 跟很想很想被你睡 好像没啥逻辑关系吧 咱最好啊 是等姑娘来睡你 这样呢 就万无一失了 而且呀 你一定要要求对方 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睡你 这样你就实锤了对方想睡你的事实 忍不住 别再吃韭菜了好吗 把枸杞泡水扔了好吗 哎 工作室的小伙伴还提醒我来着 你们第二天 醒的时候 一定要double check just in case 昨天晚上 你啥感觉 在亲密关系里 有时候明明喜欢对方 或者是觉得对对方有crush 但是对方对自己做了很强势的 很pushy的 很dominant的事情 让自己很不舒服的 在此 菲菲老师给大家的建议是 因为菲菲老师早年 对sexuality的研究 和对性关系里面的权力关系的探讨 所以菲菲老师看过 很多官人虐恋的research 就是你们知道的SM 社会关系里面的权力关系 和性关系里的权力关系的界限 有时候被大家处理得非常的模糊 有的人会觉得 这种社会关系里的masculinity 雄性特质 在性关系里面同样迷人 有的人甚至在日常生活里 perform这种权力的不平等 彼此把这种不平等视作情趣 但是这都基于对方或多方的彼此理解 充分沟通 才不会吓跑你们真心喜欢的人 在这儿啊 菲菲老师祝大家 只被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睡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